好 人民力量节目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请了香港一个很资深 可以说是最资深的政治人物 李铬飞 飞哥 飞哥 已经大了 差二了 水果金都拿了 哈哈哈哈 从政来说我经常说自己从政很久 但是在飞哥面前我自己这些是小疑惑 是 刚才我跟你数一数 七八年开始 跨越五个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九十 二次 零零一二一 五个年代 由这个麦里浩做总督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哇 多少个总督 麦里浩 有麦里浩 尤德 尤德 最后 Wilson 彭督 四个 其中有一个 9个月左右做广告就是钟日杰 因为他在等着Wilson 钟日杰跟你最friend 好friend 好friend 是哦 是哦 in fact 他那时候发觉我是第一个人 是 我认识他七八年之前 但是我都认识港督 那怎么会找到我们 因为港督要改革 要七八年开始改革 七六年已经开始了 他找了八个新人 就不找那些巨傅啊 或者英资啊 那些大行啦 那开始各阶层的人就七六年了 但你预约就那一年了 是的 那都七八粒他再expect 就是越来越多民间人士 参加立法 立法哥的工作 大过我呢 立法哥 关事没人工的 哈哈 你最终于没人工的 没有的 我进去都没人工的 过了两年有一些叫车费 叫车费 居马费 哈哈哈哈 没有的 我们纯粹 那我问他 你知道吗 立法局在哪里开会 我都不知道的 虽然我做安倍范特的 董事总经理 都不知道的 那么他来问我 我以为关事没有email 哈哈 找人来找你 不是 电报 一会儿去的时候 电报 电报就是mary mackerel 我根本真的不知道 立法局做什么 我先前没有人问你 没有啊 他原来他经过他自己的 Governor Office 他有一个助理 就是代表他打电报给我 我是台湾公干 那天我管了台湾的 邀请我 我有老板是美国的 我虽然在这里老众而已 但是有老板要问 他不敢打他电报 哈哈 不敢了 他说笑嘛 我以为你做立法局 一度二度三度 为何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真是 真是novous 你知道吗 但是那时候有些说法 就说 已经问你 就是有一次去巡视厂房的时候 对啊 跟你接触 对啊 就觉得你个人都似乎 挺踏实的 以前的制度啦 但是我相信你都要知道啦 一政府看重你 是认为你 没有选举嘛 因为你是那一行的人才 他就跟你开file了 就交给民政局跟进 你做过什么 board and committee 做那些是哪些背景 这样来的 就是一直有二千几个 我最后有二千几个人呢 就他们有纪录 纪录不是私人的问题 是要委任你帮香港政府管治 那些就公共参与啦 是的 但是在七八十年代 英国佬委任任何人入这些位呢 他那个政治和那个品格审查呢 是很专业的 所以广东人都知道 李立冠的时候很年轻 二十七岁 他是广东的秘书 所以我们认识了很久了 我那时候的地区专员就是叶士坤 哇 全部都退休了 全部都退休了 我也应该退休了 不过香港有成奸 有些语文经常说什么 白年功女 白头功女 说回历史 全部都是老饼 有些是说魔女 魔女 白发魔女 好事 所以港澳斯港督 他们找人不是茉莫尔的 他说下午五天来 他本来一个小时 他猛叫他走 因为他说cancel全部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原来港澳斯有个委员会 想找我意见 叫做多元化委员会 多元化是经济多元化的 是 他想除了制衣之外 见到有电子来 其他行业 应该令到香港的经济基础好 所以他来找我 最后才告诉他 为什么要找我 希望在电子工业那里 可以发芳光大 科技工业发芳光大 刚刚想看出来 他都走了 现在讲前途业续了 是的 然后讲了40年前 已经走了 是啊 是啊 你经历过这么多一届 港东 也都做过立法局 立法会 行政会议 成员 也做过首席 是啊 立法局 立法局的成员 领导过很多 也都 香港所谓的政党 特别是工商界政党 你差不多率先才成立 是的 当年啟乱 那时候成立 之前已经很轰动 其后再成立自由党 那时候你整成15个立法 当年15个立法局很完 不止 25 25 啟乱还是自由党 自由党 自由党 啟乱多过25个 OK 啟乱很多成员 就是历史上第一大党是你创的 哈哈哈哈 但是我很相信民主政制有一个原因 是 因为你在自由党的党章中写明 关于是我们九三年成立 是 就07、08年要全面抱说 就是立法会 那时候叫立法会 是 还有 首长 是 因为我们的关系 经过十四五年之后 是 没可能不是全面普选的 是 所以 最后自由党改了 我很不开心 就是他说 喂 问过你 我都离开了 不管自由党人何事务了 那你们新的党魁 就是田北俊 周梁要改 你就改 改 但我呢 就顶不住 为什么顶不住 我一向都认为成立政党的 purpose 就要发展为质政党 不然你成立政党做什么呢 浪費时间 所以有一段时间 他们对我很不满之外 我对他们也很不满 都是低调 没买我了 似乎你跟从台湾那些政党大佬那些传统 荣湾就是民进党那些党主席 全部都退党那样的 哈哈 因为普选的问题 明白 因为我相信 并非民主政制是全世界最好的 但是你没有别的政制更公平 公平公正公义 就是对社会人士来说 对市民要有交代 你成立政党组织 昨晚都20年前 由启联那时 93年 93年那时 但是香港的工商界的政党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 昨晚都差不多20年了 为什么工商界的政党到今天为止 政党帮他搞定 成立不了一个有政党规模的组织 不需要 不需要 全部打电话 人家那时 那时叫自由党富贵党 我可以告诉你不但不富贵 自己挖袋 我们老婆都不敢出声 不是富贵党 那些政党说是 开口 都那些 不杀实力的政府说是 不是你政党说是 接着老公不喜欢政党这个名字 新华社问我 很免得理他 我想问你了 那你成立自由党那时 有没有先问过新华社呢 有什么问他 就是你没有问他 喂 华叔参选也要问过老公 你搞政党没有参 你搞政党没有问 完全没有问过 而且呢 我那时没搞政党之前 有位好搭档 就全部新华社的东西 他去处理 张鑑图 是的 他个身对我来说很大的打击 对政党也很大的 不是 他还有很投入的 是啊 很有欺负 很有心 我不够五句 就 你不要说话给我听 你三东人 不是 你不要指指点点 是啊 你三东性格 三东人的性格 他在那时 还没有六四 他找我去赤柱那里 他谈过很多次 赤柱那里有个别墅的 他们 他意思就是 你为什么要组织党 香港人 港人自港 不组织党 做什么 要组织政党 就要执政 一听见执政 整个弹起 共产党执政 大哥 你取代共产党执政 那时没有这些东西 那有没有 那有没有 你听我说 很重要 他曾经叫过我 政治暴发狐 你说多难听 哇 政治暴发狐 那我呢 连于旭文在内 我去参加选举的时候 对公民团体 完全没有兴趣 我认为那些 Grandfather Claus 就是有这些 突然迟早要 刮柴 直到没有了 谁知道到现在 还加多五只 不是五只 那五只 变上直选呢 你可以知道 参政的人 像我那样 去参加直选 没有班底的 去大埔山家序 第一次赢了 第二次 九百年输了 我退休了 那次你病了 病一定是 总之不要 那次你病就赢了 那次我得到超过十个%的票 三万三千几票 但一样输了 输了 做人要坦而 就是 不关我事了 政治不关我 但我可以认证 可以做其他的事 但是不是议员就不能够做自由党的党夫 关于他们的要求 五月输了 十月还没有党夫出来 唯有我就带上 关于不知道听 带上夏家里和田北俊 去新加坡见李光耀 有原因我觉得李光耀的手法是很厉害的 还有问他怎样叫做阻挡 原来从BB仔开始军击 已经在屋邨那里养了 还有他的计划好 百分之八十是公屋 那些公屋就卖给你的 不是好像我们豪宅那样的 有很多大到 很漂亮的 去四人家庭请假之后 他很有心情 跟我们聊了两个多钟头 那麽好 告诉夏家里和Jimmy天听 政党的作用是怎样做 我回来 我说一个月给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党夫出来 我就小弟劈劈 因为不能够乱债这些东西 左肯然他们两个协商之类 就找了田北俊 田北俊执自由党内翁很多 凡年 凡凡政党的人欠党主席都打崩头 自由党那麽离弱的 都不是啦 那时候比较军资争的 那我说了一段好笑话 那时候做Carmantator 那时候做平良 那时候他说 阿飞哥那麽办的 你什麽去直选 工业总会或者总商会 那些位置那边 就是资深不得了的总会 唐长谦 就是唐英年的老爸做主席 我是副主席来的 很久了 因为我代表美国大厂 那这边总商会 做个主席 你出声就没人对你 唯一问 我得信一样东西 人民选出来的议员才是在乡 我不是乱债这个位置 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那你跟新闻社的时候 有那麽多联络 我自己少点 将间算 就花很多心思 跟那些联络 喂 他们有没有 就是试图 邀请你入共产党呢 没有 从来都没有邀请 你搞了那麽多年 政党也都参加那麽多年公共事务 你看过去那几十年 有物理浩年代 跟着彭督 中间有两届的港督 跟着董 跟着就是Donald 你觉得整个香港政府 在那个政策制定过程里面 还有那麽多个不同所谓的领导人 在处理公共政策 特别民生政策方面 你看到有什麽重大的分歧呢 最紧要 第一个最高层 就是行政局 以前行政局 我在8年 从85年到93年 到8年 是一个权力架构 那些官 即secretaries 那些官司 不是叫司长 不是叫国长 那些什麽司 什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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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又是立法国官司 多数是外国人 即是英国人 最后越来越多是华人 因为知道形势全面了 他们订Policy之前 一定要通过行政局 行政局 如果议员有意见的话 就立刻会描述的 一个就算一个有意见 还是整体 整体有意见 整体不是大多数 不一定要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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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首席议员的角色是很重要 以前发言的程序 港督 我未见过一次这八年中间 是为政策辩护的 港督没有的 他做主持人 是 CS就有 secretaries就有 即是在后面坐的那些人 定理定政策 第一个发言就是行政局搜紙 第二个立法局搜紙 第二个立法局搜紙 其他医院就开放给你讨论 阿督见到不太多对路 就会抓个paper的了 即是回去再谈过 下午就请两位议员 去问他 即是两位首席议员有什么问题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权力架构 不是一个咨询架构 那什么原因呢 我和阿宗树研究了很久 为什么英国佬这样做呢 他很精的 因为多数的官是英国人关系 他不懂得看中文报纸 不懂得知道文情的嘛 他要靠我们这帮人 告诉他 就是文情和公共反应会怎么样 还有呢 真的负责的 从来没有人出来说 跟政府不对 因为有line to take 你不专手是炒友的啊 大佬 就是line to take 就是我们大家上来 和那些设定的 写明option的 第一这么说 第二这么说 第三这么说 哪样东西比较市民容易明白 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是一个cabinet cabinet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是一个cabinet 是一个内阔 最后呢 彭多开始改 是 炒了我们这帮人 我跟彭多拒 第一次 你们集体请辞 集体请辞 亦都是被逼请辞 知道他什么 但是他拒什么呢 他说以前你们所谈的那些 都是属于咨询的意见 我说什么 跟中国有协议的 那几条九五年 会有一个副港督出来 就是我们CSA 第一 就是顺利那一队 总之是押得很厉害 那么 彭多是推动民主的 是唯一一个politician 来做港督 但是 他真的 稍后我说他真的好赢 不是 紧闲之辈啦 但是我们那时就习惯了那一套东西 就是行政局其实是主事 有一次我不说那些 那些财经报告 弄得这么厚一队 就叫我们同意某一种改革 是金融事务的 金融事务的负责人 就是David Nandic Nandic 他是不是叫David英文 他就这么厚一队东西 对啦 礼拜四到我们要礼拜二决定 整个周末看完 还有金融有几多个行政局 要认识呢 还有了解呢 例如跟我投诉 不是说投诉 投诉 可不可以简单地解释给我们听 金融机构 他是金融师 金融机构应该怎样改革 是几张纸啊 你知道吗 他都经常生气 他有同感 某一队 他都看不上 那些鬼佬都看不上 那些鬼佬都看不上 他拿起那一队 嘭 一声抛落地 哇哈哈 黑到David Nandic 面都清晒 黑到David Nandic 哇 你现在回去 下个星期 跟我做五片子最多 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两句投诉 要很多的时间来看 还有我们要解释 越来越来越来他有同感 哈哈哈哈 所以那时 就是 如果一个政策的离定 考虑的方式 和做事的方式 是很不同的 还有金融风格 比如87年 那个黑色星期五 股票要大跌 李福士要close 那个联交数 四天 是 打电话给Pierce Jacobs 早上四点 他睡得蒙蒙的 答应了他 怎样可停射 最后出来顶 你猜谁出来见香港市民 中士元 不是蔡爷 行政会议首席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行政会议的决定 中士元说了一句 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他为何他这么扯 他很乱 那时的承清点很重要 他告诉香港市民 你买蓝筹股 如果蓝筹股两年之后 是跌穿你的卖架 我跟政府说来保证你 那时真的 保本 不重啊 好用 中士元出来 好用啊 是啊 他说你来找我中士元 那时我们大家都打算 全香港的利益 要稳定的市场 那件事呢 那一件事也连到 翌日 Ronald 就是那个 李福肖 坐姦 那样了 他桌底 最没证明 所以你说 英国那套东西 是不是 就是没有选举的制度 他是这样 各项各业 找各项各业的 就是他委任得你的委就信你 信你 是的 委任得你就信你 你做得不好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政府就 用人为七 我告诉你 我可以观察到以前的不同 用人为七 你有没有能力 有什么是其次 还有 居然 我们北京的机构可以 做事 那变成政协 两个权力核心 是 这个是我们前途议中间 最关心最关注的东西 没有人喜欢听的 两个权力中心 这次你们 你们对民主党发火 就是发火 说他们是谈判 其实谈判是英国的 但不是跟中联办 是 这个我们下一节讲 讲回那个政策的制定 就是 在你的年代 或者你看回那么多年 那个权力的中心 是否有能力决策 或者 那个权力的中心 是不是掌握民意民情 是很重要的 肯定重要 就是你由当年的委任年代 港英年代 就是你都觉得 以当年的港英政府 虽然是殖民地政府 都尊重他所委任的成员 包括立法会和行政会议的成员 任何意见的时候 你怎样确保你自己的意见 或者你代表 就是你做个首席 就是立法局 怎样代表到一个集体的意见 是令到第一 令到你的意见是确实符合民意民情 第二 第二就是令到当时的港英政府 可以接受 好的 我不能看很多文件 已经习惯了 看很多不同的部长 左中右部长 都要认为 还有 关系斯 做首席议员 为何一出去对待 如来有很多人问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 等于现在我要做节目 我见到你一流 几份过一日的剪播 自己剪播 二几二流 真的不是啊 原因就是你想知道 和你说话有根据 所以不是他们直接逼你去做的 尤其一出来 一个麦子对起来 你不是说人才想 如果说人才想 惨了 整天我咬了一条舌头都有一份 你说怎么知道民情民意呢 靠传媒 真的靠传媒 你的年代就好些 就是说你的七八十年代 当时的报纸 比较多元化些 也有多些不同的立场 哇 现在的报纸似乎是 就是越来越是 也有 也有 也给你生存 老实说 第二大报就是 相对地的多元化是少了 如果你和这个七八十年代 现在是有一个转别 转别就是 我觉得 北京的领导人 不信任香港人 即是 信任香港人 可以给你直选 但你要记得 其实我时常说的 雅可梅 你想台湾统一 你叫他千二人选特首 三千二人选特首 三千二人选特首 你一千五百万人选 一提 我们现在和中共谈判统一 我包你全国民党的票 立刻输 立刻输 所以他要了解这个情形 你不是每样可以哄到人 但是始终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过渡了十四年了 就是十五年了 我觉得对香港人的信任是很低 这就形成功能团体继续存在 还有功能团体 你如果问他 当功能团体 你的组织中间的利益 和香港人的利益 是有冲突的时候 你站在哪边 他会站在功能团体那边 因为选票 这个最不公平的制度就是这样 功能团体或者香港没有民主的情况 当然这个共产党或者北京政府 不信港人是一个重点 如果不是 反而信什么呢 既得利益者 是的 真是趋仗 但是香港人本身 特别特征你所说 香港的既得利益者 拿着控制权放 其实是香港民主 不能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对 我刚刚告诉你 自由党不是富贵党 真正的富贵党就是文建联 最富贵的 四五千万个大佬 每年的财团 可能不一次 他告诉你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当时我真的去求财团 神猪有一次出粮出不了 那么大件事 自己挖袋啊 第二次发生当时 一个师傅一个副主席挖一半 我挖一半 所以我听到富贵党可笑 他唯有说一句 脱身 脱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 那是田少田大 不是为什么 田少生家怎么同地排废啊 真是 所以没有人做到主席 都是田少才做到 没有人可以淹楼回 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辛苦 就是我会有一个意识 就是工商界不需要靠你自由党 是 是 理定政策是政府 的角色 我可以说 共和党在美国 是吧 保守党在英国 一样可以执政啊 他的政策是中间偏右嘛 工党的政策是中间偏左嘛 那越来越近了 那市民选的时候 有时都 一定民政策 加税减税 他们是很直接的 那为什么不可以 给香港有普算呢 就是怕不听话 其实不听话是很正常的 老实说 为什么现在各省各市中间 有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们还不听话 哈哈哈哈 不是咯 他们还不听话 共产党国共分子还不听话 其实香港就是 香港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 一开波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的外资 是香港去的嘛 那现在大家都要 就是一个 互相的基础都建立不了 那刚才阿飞哥就说到 这个中国 或者北京政府 和香港互相建立不了呢 究竟日后 就是香港的政治发展 和民主的出路是怎样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和阿飞哥谈谈这个问题